让生命恢复纯净走出性幻想魔窟的摧残 作者 吴明 世界上谁不愿有一个美好幸福的人生历程呢 而生活的道路上又处处设下了美丽诱人的陷阱 稍有不慎 甚至一念的贪注 无论是名是利还是色 任其发展下去 都会酿成无可挽回的苦果 这苦果 始作俑者非我而谁 忠受报者舍我莫属喝 二欧三年国庆日于广祭祀偶然遇到了一位无名无文的老人 并听讲佛法的道理后 我才感到自己这二十多年来 一直仿佛在茫茫黑夜里像个无头苍蝇般乱飞乱撞 直至今日 才于头破血流之后找到了一扇通向光明境地的门 对因缘果报也才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这一切使我嗅到了那种曾经还同时代才有过的气息 儿时的我也曾是尊师爱友 好学上尽的好学生 与许多孩子一样 天真无邪 健康活泼 拥有许多许多的梦想 希望像其天大圣那样腾云驾雾 降妖除魔 像爱因斯坦那样发现世界的真理 探索宇宙的奥妙 会因未未养的小鱼死去而悲伤不已 会因未听慷慨激昂的国歌而心潮澎湃 一切都那样明亮而广阔 而现在 看住镜子里那具雷弱的躯体 颓丧的精神 27岁仿佛已是暮年 强烈的反差令我难以接受 难道这就是那个当年躊躇满志的少年吗 怎么成了今天这副自暴自弃 龌龊可怜的样子 迷茫过 沉沦过 也绝望过 就像掉入一团大物之中 怎么也找不到出路 直到那天偶然遇到这位老人 接触到佛法 才知这一切的一切不过是自造自受的因因果果罢了 记得朦胧中对姓最早的认识就是男女受受不侵 小学一年级时 连男女生之间说句话 借块橡皮 都会马上在班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就因怕同学的孤立与嘲讽 而再不敢与林家的小女孩来往了 甚至连线了面都低头走过 心里还紧张得要命 之后慢慢随住年龄的增长 就越来越在乎这方面的事情 越是不懂就越是好奇 既然从正当的管道了解不到 就想法子从别的地方去了解 于是 开始模仿大一点的孩子去爬厕所 虽然当时心里怕得要死 怕被人抓到 但就是特别好奇 控制不住自己 整天就像饿了鸡天没吃东西那样难受 虽然平时表面上丝毫不敢对异性有任何越轨的言行 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 其实满肚子难道女娼 隐喻一动 身体荡下就如同不是自己的一样 然后头嗡的一声 开始头晕目眩 心脏狂跳不已 而且全身静挛 整个人就像置身于一个闷热难耐的龙子里 紧接住会有一股极其有力的暴动的力量 推住你去做 一切自己发生 直到高潮 你才可以逃离那个龙子的束缚 躁动不安的感觉也才会消除 但紧接住你会发现又掉进了无底的深渊 筋疲力尽 那是重备洗劫之后才会有的感受 充满了无奈 痛苦与懊悔 但已是行囊空空 好比乞丐面对商店里琳琅满目的美食 只有望阳兴叹的愤儿了 所以 哪里还有精力去读书 工作 这样一次次 每当难以忍受时 要么手淫缓解 要么再去爬女厕所 心情在极度的紧张恐惧与颓废疲乏之间动荡住 为了维持刺激的强度 又只得利用一切时机去搜罗瑟情小说与淫秽光碟 诸重难以现人的丑态丑行 真如老师所言如饿狗啃骨头 越啃越饿 越饿越啃 如此恶性循环中 那颗扭曲变态的心充满了饥渴 焦虑 恐惧 躁动与颓丧 真的难有片刻的清凉与自在 但又放不下 明知在透支生命 明知已走进悬崖的边缘 明知身体的能量在大量无节制的流失 最多是一天要手淫四五次 但为了暂时安抚那颗魔力不安的心 只得一次次重蹈覆辙 有时真想结束这一切 在那颓废空虚的片刻永远地睡去 但是莫有 当再次醒来 走出屋子时 整个人暴露在太阳光之下 真的有一种仿佛被脱光了是重般的窘迫 恨不得马上找个的缝钻进去躲一躲 不感谢人 不愿与人交往 一切好的事情都与我无缘 正常的学习和工作也成了苦意 总是出差错 各种各样的麻烦也自己找上门来 真是祸福无门 为人自找啊 多年来的离群所居 独来独往 使我对什么也没了兴趣 与环境也越来越格格不入 仿佛别人总与自己过不去似的 因为怕受伤害 就更加孤独 越是孤独 就越要依赖性的幻想 聊以自慰 人生所有的快乐都被我压在了这上面 直到最后输的一败涂地 学业荒废 考研落榜 有次只差一分 情感退化 父母忧心如焚 濒临绝望 身体极度虚脱 无法正常工作 做了长期手术 却又血上加霜 体质更加虚弱 养病一年也未现好转 而于生病期间精神肉体所受的重重痛苦与折磨更是一言难尽 而这一路的跌跌撞撞 又能去抱怨谁呢 是命运不公平 是父母不该生我养我 是社会的重重误导 佛说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莫有自己那颗贪淫西求的心 这一切又怎会发生呢 人生中许多的事情 总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发生 等你一时到时 它已木已成舟了 在我生命当中 有两件最难以接受的事情 就像两块乌云 遮住了整片天空 这一遮就是十几年 一件如上所续 另一件则是在上初二时 我发现自己会阴部总是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后来腋下也开始有臭味 并且无法消失 但莫有叶臭的家族遗传史 完全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起初我真的不知所措 因为童年太安逸太顺利了 几乎一直在一片赞美声中生活住 我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天天洗澡 天天换洗内衣 希望那个气味自己消失 希望那只是我的错觉而已 结果当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懊恼 我尝试了各种办法 乃至手术 但都无济于事 我开始觉得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阴冷 而心也越来越敏感脆弱 我接受不了别人异样的眼光与反应 所以不敢跟人交往亲近 只想自己一个人呆住 只有在那个时间 过度绷紧的神经才可以稍稍放松下来 但总要去上学 所以开始害怕上学 害怕参加任何集体活动 开始变得孤僻 冷漠 内向 于是从心里对周围的一切人事物产生了敌意 而非反省自过 我恨这个世界 真的恨过 很深很深的仇视 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我妒忌他们过得那么快乐 而我却天天像生活在地狱里 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 莫有一点阳光 全部都是黑暗的色彩 四周都是让人揪心的痛的声音 很多次 我以为自己已到了声的边缘 只要再有一点点推力 就可以跳下去了 不知有多少次我一遍一遍的问住 呐喊 这一切究竟怎么了 老天为什么要我受这么多的痛苦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让我来这世上干什么呢 谁能救救我 莫人来救我 第二天依然是坐牢班的难挨 我开始放弃 我开始放弃 因为生活不肯给我一点点快乐 我要背叛他 所以 我自暴自弃 无心学业 我便本加厉的折磨自己 在寻求感官的刺激中麻痹 堕落 自我毁伤 今朝有九今朝最成为我生活的信条 就这样一路走了下去 这就是我的青春 一个没有亮色 满是阴霾的青春 一个曾经充满无限美好的憧憬 结果却如此伤痕累累的青春 然后 我就对生活很失望 很宿命 得过且过 消极逃避了 一个人若莫有正确的人生方向 必会因不良环境的侵染而误入歧途 又因不能自知自觉 只会越陷越深而无力自拔 最初那点表面上的快乐 迟早会被越来越深的痛苦所淹没 但想一想如果当时认为可爱乐的事情 带来的却是下一刻更大的痛苦 还敢说这是乐吗 就好比鱼儿咬钩 何乐之有 这些假乐好比人生恶窗 只因他们藏在心上 一般人难以看清罢了 自己即使看到了 又不敢去面对 只有一味的腹藏遮盖 虽然一时也可能会因麻痹而减轻点痛苦 但这种掩耳盗铃的举动 只会加速窗庸的溃烂与蔓延 使之更加臭不可闻 最终也只会造成更大的苦暴 要想与之决裂 非得自己给自己下刀子 才能彻底摆脱以往的阴影 而重新开始崭新的生活 知苦的人不叫苦 因为他敢于面对苦 所以才能认识苦 也只有当认识了苦的因缘果报 来龙去脉 才有可能开解苦 进而出离他的魔掌的控制 而得安隐自在 经过这位老人两个多小时的斥责开示 并毫不客气地指出了 我二十多年来的无力之所在 众生于生死苦海中浮浮沉沉轮回不止 皆因这一念的贪值 隐喻 迷而不绝 之后 我才首度从茫茫黑暗中陷到了光明 陷到了自己从前的重重造作 是多么的愚痴可悲 纵情性欲尽则损身败命 远则昭坠的欲 远的看不到 近的我已是身有体会 身体常年的虚弱多病 生活中处处不能如意 而且由于长期手淫已导致生殖器变形 包皮内的污垢总是喜也喜不净 所散发出来的恶臭连我自己都难以接受 小便也总是利利拉拉尿不净 才二十多岁 前列腺炎的症状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我拿自己十多年的光阴换回的这个残酷的教训 也不过是再一次的从反面引证了佛所开示的如是阴 如是缘 如是果 如是宝的真理罢了 正因自己起初对淫欲之事的希求好奇之心 因 才会与当时的各种恶法 缘 相应 臭味相投而纠缠不清 从而造作出重重的不净之夜 又恶臭不尽阴众欲故 必因淫欲赤胜而生臭惠 因纵欲失惊而患病苦 果 又加上自己的愚痴无名 在与果的互动过程中 报 不能自觉反省 反而怨天尤人 停止不了那颗自伤伤人 自污污他的伤悔心 所以一错再错越跺越深 终日生活在黑暗之中陷不到光明 无力解脱 不苦才怪 我本人是一个医务工作者 一个有著高学历的所谓知识分子 但面对这种种困惑时 却是如此的苍白无力 终日生活在阴影中不能自拔 虽想尽办法 包括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只希望能找出病因 结果却是一次次的失败 在性知识泛滥的今天 当我们摆脱了几千年来封建礼教 对我们的束缚与摧残之后 却又掉入了性放纵与性无能的深渊 常听人说三十如狼 四十如虎 但大家看看现在大街上 很多三十岁刚过的年轻人 早早就秃了头发 爬三层楼就累得气喘郁郁 国人的体能正面临住 游进灯窟的窘迫 这难道是吃点状羊药 就可以补得回来的吗 只怕所补的那点能量 犹如捧心就火 只会促人更加放纵 更加得不偿失 为什么许多家财万贯的大款 三四十岁就早早邀亡 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 那么多的皇帝 真正能以享天年的 却寥寥无稽 难道他们生活条件差吗 可见我们缺少的不是物质条件 也不是所谓的性知识 而是如何正确对待他们的真知正念 谈银未断是正念 谈银促银是魔心 而今 从大众媒体到报刊杂志 随处充斥注色情垃圾 当我们孜孜以求于满足自己的重重欲望之时 为什么从不为孩子们想一想 给他们创造一个稍微前进点儿的生存空间呢 我们又有什么脸面去面对孩子那唇杰无邪的眼睛 而即便是当前许多所谓的青春期性教育者们 也常常因不明就里而稀里糊涂的扮演了性教唆的角色 当避孕套进入校园的时候 现代所谓的性教育性科学竟是摆出一脸的无奈相 如果连他们都没了办法 那我们能怎么办 如果施教者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 而天真的以为只要将性知识公开化 告诉给下一代就可防患于未然 高枕无忧了 如果不能令知看到纵欲无度的性幻想所造成的重重苦果恶报 那毫无疑问 下一代只会继续走我们已重复了无数次的老路 仍难以逃脱因迷恋贪求而自伤伤人 自污污他的误区 这就好比给了孩子一把菜刀 却不叫给他怎么使用 后果是多么的可怕 现在日益呈上升趋势的青少年性犯罪案件 难道还不能让我们停下来好好反思一下么 试问 我们的性教育是使下一代在面对性的时候更理智更清醒了 还是更贪婪更无力了 这样下去是在回我中华下代身呢 人们总喜欢说知识就是力量 但若无智慧 知识只不过是书本上有字无意的大名词 根本救不了你 而我遇现的这位平凡的老人 莫有博士硕士的指纹凭 却有无坚不摧的金刚大智慧 莫有学者教授寻章摘剧的虚语浪言 却有能让他们心服口服 惊叹于人间含有的句句直指人心的妙语真言 犹如当年六祖慧能大师 虽一字不识却能尽扫诸位高僧大德的歪理邪说 重述起释迦牟尼佛的拯救人心的正法掩藏 老人莫有丝毫的名利之心 取舍之念 他默默无闻地关怀住那些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 以一颗人我同体 广阔无边的慈悲心 为他们示现出一条光明坦荡的菩提之路 他偶心力血 为的是向人们揭示真理实相 让人心恢复本然的清静平等 他是能真心关怀全人类的未来的 看似平凡却又最不平凡的人 能给人们是献一条觉悟的正道 永远弘扬和捍卫真理的人 能遇到这位老人 能得闻佛法光明至真之理 是我今生最大的福报 也使我看到了生活的光明与希望之所在 经过两个多月的过渡期 不是强断硬憋 现在的我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两眼露出了光滑 脸上也泛出了红润 最令我惊喜的是体味已在不知不觉间消失了 也正是在老人的唇唇教导下 在善友们的真切鼓励与帮助下 我才有勇气将预计多年的心 并借这篇文章发露忏悔出来 只是希望有缘读到他的朋友都能以我未见 不要像我这样愚痴造作 都能行在光明平坦的人生正道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虎教导 《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licensing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